主席 那首先幫我供請考選部賴部長 請賴部長 還有黃秘書長 請考試院黃秘書長 好,那我首先請教一下部長 因為剛剛本席非常注意的聆聽 有關於部長的答詢 那部長答詢的過程當中有提到有關於中醫師這個區塊 那當然現在目前好像是從民國一百年以後 就有關於中醫師特考的部分要停止辦理 一百年還要辦 一百年還要辦 那等一百年一年就不辦了 那當然我現在目前感到會長憂心的就是說 有很多台灣的學子目前在對岸 就讀所謂的中醫學系 但是現在目前我們那個教育部這一邊 也已經有承認很多大陸比較知名的學校 他本身的協力我們本身有認定 那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將來是要參加所謂的中醫師特考 還是直接回來能夠參加中醫師的考試 是不是能夠請部長做一個說明 好 我們跟委員報告 大陸現在承認的 事實上是一般的一個學校的一些科系 但是在有關於 醫師這方面的 醫師、牙醫師、護理師這些 醫師方面的 目前的教育部並沒有承認 所以也就沒有考試的問題 這樣 那等於包括中醫師教育部他也沒有承認 沒有 沒有承認 欸 好像是依照本期所瞭解是有關的一般的西醫 他沒有承認 中醫師應該 醫師人員都沒有承認 通通沒有承認 好 那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本期是非常關心在對岸有很多 所謂的台灣的學子 在那邊就讀所謂的中醫學系 那當然為了這種機會也能夠跟你說一個建議 我認為做一個思考 假如說西醫這個區塊 大陸的學弟我們不承認的話 那當然無可後悔 那因為中國大陸他本身 對於中醫本身的研究以及學習 事實上他在整個世界各國大家也寡目相看 那當然假如說他本身 中醫系他本身不承認的話 事實上也造成很多的困擾 包括有台灣很多的學子 到對岸去讀所謂的中醫學系 那當然這個前者是屬於教育部 那我也將這個機會 希望我們考選部這一邊 有適當的機會 跟教育部的話也能夠多加的溝通 來做一個思考 那我將這個機會以上做一個建議 那再來我順便再請教一下 有關於那個司法院 司法官特考這個區塊 因為司法官特考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從過去就已經有口子 當然剛剛可能黃秘書長講的不是非常清楚 那當然我希望這個機會也給黃秘書長一個機會 因為現在目前只是把司法官過去 有關於二次的部分改為三次 那東西只有一個筆記一個口子 那現在目前為了所謂的推動司法改革 現在目前把所謂的二次改為三次 那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改為三次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報告陳委員 部長你請問 這個考試的改革 其實可能就是涉及到一個考試的 信度跟效度問題 以前高考三級 那麼在民國87年開始 也是把一次變為兩次 因為報考人太多了 報考十七萬人 所以我們擔心在深論是試題上的月券上 會產生困難 所以也是用兩次 第一次用測驗題刷掉一半 剩下一半再來參加第二次 所以他這個月券品質就提高很多 那麼現在我們也是 這個我同意啦 但是為什麼一定會要口試不行 因為事實上口試也引起大家高度的質疑 會不會有所謂的政黨之分 就好比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 那當時我也真的接到民眾的投訴 他說他參加司法官考試 比試及格 但是口試被刷下來 那當然他也高度質疑 因為他本身是屬於所謂的泛男的大家庭 那所以說我當初 就對所謂的口試這個區塊 我個人是持相當反對意見 那既然要改革的話 不是說你二次變三次就是改革啦 因為我相信你身為考試院的秘書長 你應該去了解一下就是說 司法官考試的這個區塊比較特殊 那尤其有很多所謂的學校 剛剛畢業的學生 他考上司法官以後 他馬上一輩子做司法官 但假如說我們 法官包括歐美地區 欸 你在美國要做一個法官不簡單 他還有所謂的紀念法則 那我們這邊不是只有說 你參加考試及格以後 那他一輩子都當法官 當檢察官 我認為他也會影響到他本身辦案的品質 所以我個人就用這個機會做一個建議就是說 有關於現在目前我們考試院的官院長 他在推動有關於改革 當然我個人是持非常正面的看法 但是改革也必須要有突破 要有其他的方式 不是說你兩次改三次以後 多了一次的比試這個叫改革 你看一下歐美他本身的所謂的司法官跟法官 以及律師還有檢察官 他本身的考試任用的一個準則 可能跟我們本身台灣來講 應該是差異性很大 那所以說我今天有機會點出這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在批評 你就是一個大學法律師畢業 或者是研究所畢業 他考上司法官以後 他一輩子就是當司法官 他不是當法官就是當檢察官 將來退了以後還有優異 甚至還能夠當律師 那當然我們也肯定他的能力 但是話又說未來 他的經驗上可能會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這個機會是 請我們考試院這邊 既然有關於這個要推動改革 當然有針對所謂的司法官 他本身他將來考試內容的話 好好去做一個探討 好 好 謝謝 好 那再來請一下那個 那個張部長 請張部長 陳委員長 部長長 部長我請教你 是的 因為有關於那個公務能源退休法 是的 我們本院所有的委員 大家也非常的關心 所以說 在暑假期間 多開宴會 已經在7月13號 經過本院三讀通過 那已經正式三讀通過完成 那當然緊接著就是說 非常謝謝 現在目前 有很多公務能源 他本身人心惶惶 就好比我本身是勞工界 我有所謂的勞保年金 那當然就是說一般的老百姓 有所謂的國民年金 但是 反觀公務能源呢 我認為對他們來講 應該是非常不公平 那當然有關於公務能源 包括過去退休以後 還有一個 所謂的18% 那現在目前也經過所謂的改革 以後 那現在目前在84年以後 就沒有了 那所以說 對公務能源是非常不公平 那本席也將這個機會點出來 那也希望能夠加強 來關心照顧所有的全國公務能源 是的 畢竟所有的公務能源 他在工作崗位上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國家不管是經濟政治來講 應該是幫助很多 謝謝謝謝 那所以說我現在目前 非常關心的 就是說有關於 我們公教人員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完成所謂的 保險養老給付年金化 是的 那目前我們 那個全序部 對於這個所謂的 公教人員 保險養老 幾戶年金化 那目前有沒有在積極在推動 是的 我跟陳委員報告啊 是要公保年金化 是全序部的 一定的政策 那麼不過就是說 今年年初 由於私校教職員 當時 在地方人 在通過勞保條例修正案的時候 他們私校教職員 他們希望移到 勞保去 不過後來 當時行政院 老委會他們有意見 所以說後來繼續 經過行政院跟這些有關 私校教職員 一些這樣的結果 繼續還留到公保 所以我們整個 就配合新的情勢 我們重新再做個延禮 那整個現實上 年金化是要 必然走的路子 實際上陳委員 講的完全沒錯 我們必然要做年金化 因為84年以前 有18%的優惠出案 84年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對這84年以後 這些人多少行政不公平的現象 所以我們已經繼續在推動 那現在推動的話 我們現在整個法已經修訂完成 我們已經送到考試院 那我們希望考試院 能夠盡快審查 在這個會期之內 能夠送到答案來審查 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 就是說我們這裡面 就是說 因為這裡面可以分成兩種類型 一種東西 我們現在投保人數 一共有59萬人 那59萬人 有靠近50萬人 是一般的工人員 和工地學校的教職員 那這些人有比較優渥的 就是說有關月投金 那另外還有靠近10萬人 包括私校教職員 國營事業 具備有工人 工人身份的國營事業 還有駐衛型這些人 大概有10萬人 這些人他的月投金 就比一般我們工人員 和有關教職員來的低 所以在第一層有關工保年金化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 他最後的寄付的 有寄付的標準 我們會有不同的一個寄付標準 那一般工人員 我們按照現在目前計算的寄付 按照到最後的時候 按照他投保金額的0.65去撥付 那麼現在 有關私校 以及有關國營事業的 我們會比照1.3去撥付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有一分二 有兩種不同的一個寄付的方式 這個承認報告下 所以這個案子送到大員來 就麻煩各位委員 希望能夠進一身上 謝謝 好謝謝 那因為最主要是現在目前 所有的全國工人員 大家都非常關心 包括有很多 公務人員兼記勞工身份 對 因為本席 也是全國總工的理事長 那有很多國營事業的員工 也一再向本席做一個反應 因為他們好像是氣因 到目前為止 他到底是 公務人員 還是勞工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認定 那而且 有國保 也有勞保 他也沒有辦法參加 那所以說他好比是 所謂的 社會的氣因一樣 那當然他們本身也非常不滿 那為這樣的機會 希望我們那個 全區部這邊 能夠加緊腳步 能夠多多關心 包括國營事業裡面的員工 就是說 國營事業兼記勞工身份的一些公務員 事業人數相當多 有四萬多個人 對 我知道 我很清楚 實際上我都沒有跟他們溝通過 沒有問題 好 那包括所謂的公私立學校的教師員 這個部分 那這兩個區塊的話 因為他們本身也非常關心 那也希望部長能夠加把努力 那另外還有我順便請教一下部長 因為本席非常關心的就是說 剛剛我也出於在聽也在了解 因為我們那個全區這邊 全區部這邊負責管理一個基金 叫做公務人員退休虎系基金 沒有錯吧 是的 那我請教你的問題非常簡單 因為你在第七頁裡面有提到一點 說審慎辦理國內外委託金銀 那當然在過去扁政府的時候 有關於這個區塊 引起相當大的一個爭議 那本席甚至有 好述處在那個立法院這邊執行 要求他能夠非常的公平客觀公正 而且絕對不要有所謂的貪腐的情況 那當然我先用這個機會要再請教你就是說 當你來接這個部長職務的時候 那時候有關於該筆基金 他本身到底是虧損還是引以 你能夠說一個說明嗎 跟扯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在前年 事業金融風暴發生了以後 實際上當年的整個基金的 以實現和未實現的虧損 有860幾億 860幾億 實際上去年 我們去年整個經濟複數以後 我們以實現和未實現的 實現已經有760幾億 那再加上我們 過去你剛剛 國民黨執政以後 以前是虧損800多億 立刻當年 目前已經引以有700多億 那等於 林林總統加起來等於就多了1500多億 實際上 沒有錯吧 那我要了解就是說 過去的800多億有沒有造成虧損 有沒有所謂的人某不張 實際上我想 當然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因素的影響 這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了 最主要整個經濟風暴 所產生的整個股市 以及金融市場的一關價值的下跌 那當委託的這個區塊 你有沒有發現有異常 委託區塊是這樣 我跟陳文翰各位委員報告 實際上我來了以後 有兩點做法 跟以前的主任委員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自營操作的部分 因為這基金裡面有一部分 是由我們基金管理會 支營操作部分 那支營操作部分 我只負責訂定政策方向 你看撤掉 我現在跟你說明的是說 因為過去會造成 重大的損失800多億 當然有很多人 像本席投訴說 有所謂的人某不張 包括他要選定委託 操作的一些公司 或者是行號 那當然他們本身 就有一點心數不正 所以說才會產生 所謂的投資股票 那當然過去 我跟你講 不是只有所謂的 經濟風暴的問題 你要去查的這個奇怪 就是說 有沒有人某不張的問題 這個問題 必須要讓台灣老百姓 本身有資的權利 好的 這個案子實際上 監察院檢查單位 在查核當中 一定在查核當中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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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